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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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命慌张 这才缓缓道 我说的不是太成功有什么大事发生 我说的是 你二人肯定有什么事瞒着帝君 对不对 原本成欲还不确信 但见自己说完之后 思命和重灵的脸色瞬间摆得像一张白纸似的 心下便肯定起来 思命皱着眉头 方才与重灵说的话 若是帝君还不知就先被凤九知道了 那恐怕是真的要出大事了 思命回头看了一眼 连忙喊道 三殿下 三殿下 连宋正刚和林宝天尊道别 听到喊声 林宝天尊笑道 你忙 我先走了 话必便离开了九重天 连宋则是在思命不断的召唤下 带着满心的疑惑来到几人面前 走近了才发现重灵也在 连宋道 哟 今日九重天上刮什么疯了 下来在太成功兢兢业业的重灵仙官都出门了 众灵笑笑 不作声 连宋道 思命 你唤我何事 思命道 方才承育人君问我们在说什么 我和众灵要会太成功办事 你不是也知道吗 你同承育人君讲 思命说完 故作感激的看了一眼连宋 然后便抓住众灵火急火疗的朝着太成功跑 连宋有些莫名其妙 正准备追上去 却被承育一把拉住 你还想跑 连宋一脸委屈和迷茫 道 我真的不知道思命说的什么事 承育撇嘴道 休想骗我 连宋想了想 这思命的骗局不难看穿 此刻连宋倒是明白了 眼前这个男儿装的小娘子 倒是着急的一脸红云 杀是可爱 连宋索性不及不忙凑近承育道 你如此与我拉拉扯扯 莫不是又爱上了我 因是五中十分 穿梭了一上午的神仙们 终于觉得有一丝丝疲累 此时正是各自回宫小气的时候 然而 此时路过九重天的神仙们 却在外都不约而同地听到清脆的一声 浪荡子 听这声音 判断来处 大约 听到的神仙都不约而同地瞬间心智肚明 这九重天上 能被如此直呼浪荡子的恐怕只有连三殿下一人 而敢于如此称呼他的 都无需算 只有那位从凡间收上来的神仙承育人君了 此时的承育一脸沉怒 也不知是因为连颂那番话 让他羞红了脸 还是因为承育就是在生气 总之一只手的小拳头已经捏了起来 连颂也感觉到了此刻的危机 立刻好言道 承育人君 冷静点 你瞧谁来了 连颂一边说一边没飞色舞的朝承育身后看去 承育一回头却没见到任何人 再回头时已经见不到连颂了 太成功中 东华帝君听完四命的话 倒是毫不意外也不惊奇 可以说内心毫无波澜 其实这几日 不仅仅是四命在四处奔走 东华帝君也趁着几番去十里逃灵 或者青秋的时间也做了许多了解 对于文昌帝君的事 东华帝君倒也是非常上心的 四命和重灵看帝君这副模样 心想帝君定然早就知道了 也对事关帝君与凤九殿下帝君上心也并不奇怪 三人在院中就这样沉默着 帝君不作声 四命和重灵也不好先走 连颂突然的到来打破了这宁静 四命 你害得我好苦 人为见生先闻 连颂离席黄袍款款款而来 没了方才在瑶池边上的仓皇 此时倒是一副衣冠楚楚的模样 四命回头 拱手道 三殿下 方才情非得已 多有得罪 瞧着四命一副正经模样 连颂也不好再发作 知道 也无妨 方才学了你这一招声东击西 我这也算是全身而退 东华帝君并不搭理他们 凭他们说的热闹 他却想起了之前凤九出入太成宫时 连颂四命还有成欲 一同在太成宫上演的那一场桃花大戏 那时候小狐狸还傻傻的有些胆怯 一副怯生生的模样 如果他不说谁能猜到他是青秋小地鸡 也正因如此 后来他的勇气和执着也让他觉得难得一见 所以被加珍惜 连颂四命又聊了一会儿 见东华帝君始终不曾说话 连颂道 话说你们方才到底说的什么事 连颂对原先那些事并不大了解 可既然能被承议称为浪荡子纳在儿女之情上 他还是颇有些心得的 更何况在初见凤九没多久之后 他便亲眼瞧着 东华帝君抱着凤九回到太成宫 当时他还打趣 青秋的女婿可不好当 如此想来 连颂的预感还是很准的 四命干咳了一声 朝着连颂识眼色 连颂虽然瞧见了 但仍旧是不大明白 继续追问 东华帝君站起身走道 路过连颂是不知怎么的 分坨历齿的水便突然见了连颂一声 四命众林憋着笑 生怕城门失火 连颂则是被一汪清水浇得有些发猛 还没回过魏尔 青秋今日的桃花开得热烈 这株桃树因为是从石里桃林挖来的树苗 又生在青秋这仙相伏地之中 自然生出了常年不屑的桃花 凤九和白真两人都在了白衣坐在桃树下 桃花的花瓣偶尔落在凤九的裙摆和白真的袖子上 两人就在桃树下打坐 用白真上神的话来说 这叫修身养性 过几日的鱼兰大会 凤九一定要定下心神 万万不可再临山莽撞 否则凤九爷爷知道了 定然是免不了一顿责骂的 凤九也觉得自己有很长一段时间 没有好好的休息了 所以这几日刻苦的休息倒真有些临时抱佛小的意思 临山众生都迎接着鱼兰大会 佛陀则是十分平静地等待着 而在临山的千万寝莲池中 平静的水面之下 酝酿着十分不寻常的事 一只千丈长的青色莲藕 正安静地享受着临山莲池的滋养 无论水面之上的风起云涌着青色的莲藕 在水中尽管安然 丝毫不受影响 只专心地生长 因此竟也甩开了其他黄白的莲藕一大截 也不知是什么原因 不仅长度异于平常 就连颜色也是十分罕见 不仅如此 临山好像真的很有灵气 此处有几株开着青花的菊树 几万年都是青花繁盛却从未结果 这临山上修行的佛家仙人倒是不少 可真正强见过这棵树开花的确实少之又少 然而 就在于兰大会之前 一日佛陀例行在山上打坐 离开时却无意瞧见了这青花菊树上 竟然结了些小果子 那小果子藏在青花中不大起眼 佛陀一笑 道 既然 只留下这两个字便离开了 这青花菊树本就难得 就如须弥山的土林树一样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 词曲 字幕志愿者 杨树一样